好我們這隻小雞我們要來做 這樣子彈跳小雞彈跳的動畫 小雞彈跳動畫其實回歸到核心其他他的以他的結構來看他其實他就是球彈跳 只是他多了一些這顆球多了一些手腳 手跟腳啊一些附屬的東西 好在這裡我們先 把我們 我們把回歸到原始我們就先做成球彈跳所以我們把 他其他不需要的部分我們先隱藏起來 這樣我們就先做簡單的球彈做完球彈跳後我們再把其他東西打開來做 身體的動畫 然後是算是兩個練習 然後就是然後再來是 剛剛我們的控制器呢 骨頭 armature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做過整理了嘛所以我們其實球彈跳我們只要低到第1層 我們就有關於我們 球Scale的控制器跟他位移的控制器 好 現在來 來做對球彈跳做 射key 關於動畫 Brander的射key如何射呢 他的快速鍵叫做i 他就會跳出說我要insertkey在哪裡 像我們這個就做彈跳位移嘛我們就可以射在location 他就會這裡就會射key 這裡有一個奇怪的key刪掉 好 這是一個射key的方式 再來呢 我剛才不小心射到key好 射key他一種就是我們在我們想要射key的地方因為其實不只是 旋轉位移收上去物件都可以 任何東西都可以射key你可以在這地方按 在懸浮在他上面按i 他也會幫你射key 應該不是啊你右鍵 就可以叫insertkeyfriend他的i 他就幫你射key 全部選起來好像有奇怪的key 我這樣應該就乾淨好 射key可以右鍵在 insertkeyfriend 我insert的話他會把你 全部都會射key 所以如果你只想要對你選到單個 的軸向射key的話你就可以insertsingle keyfriend 他就只會在 當下這個軸向 當下的這個界面 去射key 像我們是y嘛所以我可以在這裡 insertsinglekeyfriend 不過其實這裡沒有參與 其實我們curve如果內 沒射到key的話 其實他也不會有key 好 我們第一個key 我們把他往上移 G 要從上面掉下來 好我們現在一移動 哎奇怪他怎麼跑回來了 因為我們沒有 設key沒有告訴他說我們那里要設key 所以像我移動到這裡的話 我要在這裡再設一次key 這樣 可是我們按i的話其他就全部設key 所以其實insertsinglekeyfriend 其實 不太 其實沒有必要啦 因為其他其他兩個軸向其實沒有 我們之後再把他的curve 一個刪掉就好了 第一個設key 好這樣的話他才有keyframe 好我們再來到第 12格好了12格 GZ 往下 然後球碰到地面 我們這一樣沒有key嗎 i 再key 這樣才有keyframe 那這樣這樣的話我們每一到一個這樣就一直按i 射key其實不太方便 所以那我 從來 這裡我們要如何讓他一移動完就會射key呢 在 Timeline的這裡有一個小圓點叫做autokey 打開後 我們只要對畫面中 或任何參數啊什麼東西做過 設定後 他都會自動射key 不過autokeyframe的話他會他會把所有的軸向都會射key 他等於是所有關鍵針都會射key 如果這沒有關係我們就讓他射key 好我們播放他就落下了一個這個動畫 好 那我們這影格要如何複製key呢一樣反正在blender裡面任何的複製 就是shift的d 好我們移到我們這裡12格吧 我們loop的24格 好我們播放 我們像這邊播放後面 一直loop的其實不是我們要嘛我們這裡後面的格數我們就可以射到 24格 不過 我以 好 這樣就有loop的動畫 可是跟球彈跳其實 不太是我們平常所看到的球彈跳 因為其實blender預設的curve都是 這裡 他都是有 他的curve都是smooth的 所以這裡我們 球彈跳的話其實我們力量這裡應該是很快的就會彈起 所以我們中間的這個key我們選起來按v 我們把他vector 的handle type改成vector 我們再 觀察一下 他的變化 有沒有球彈跳的感覺比較有了 他力量傳導 好這裡他的 影格已經改變從 圓改成方 這裡我們比較看不出他的實際的變化其實我們按ctrl tab setup curve editor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說 他他的curve的影響他這裡改的handle type改成 vector 跟我們原來預設的automatic 他也緩進緩出 格式嘛 我們再改成vector 像他球彈跳 形狀就比較 接近我們所要的 好 我們再回到 Dope sheet 好 我們這樣我們這裡球彈跳基本的球彈跳就已經有了 好再來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 選到我們 走向號我們按T 這裡 他有幾個 播放模式我們意思都是brezeal 對啦 如果改成linear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剛剛 回到 我們的graph editor 他全部都是線性的動態 等數 這個模式其實基本上 比較少用因為基本上 沒有動畫是 除非是機器人啦 才會有 線性完全沒有緩進緩出的動畫 所以請我們幫 改回 rezeal 好再來 這台其實常用的是const 這個通常是拿我們來做blocking的時候 就會有點像做 格 一個一個漫畫一樣就是做關鍵格 拿來抓時間的 像以球彈跳這個案例來比較不明顯 可惜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很快速的 抓到大 大時間的 動畫 像如果我們現在做跑步啊走路這種loop的動作我們就可以很快 觀察到說我們每一個關鍵針是不是均勻速度的位置 好 所以這個模式踢 我們不常用我們 改回brezeal 彈跳 好 假設目前我們觀察看左上角 FPS是要30 跟我們 我們 我們 其他是速率是夠的 所以其實這個 到他其實這就是 即時顯示 速度是差不多的 就是跟我們FPS30格 是我們要的播放速度 好 好在針對 Dropsheet再補充一些關於他顯示的部分 在view 這裡我們可以把 我們可以把 slackmarker view 這裡我們可以把 show show slider 打開 有沒有看到 喔這裡打開 我們這裡按show slider 是的 他這裡的話 就會顯示我們這邊transform的變化值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介面上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關卡我們就可以 畫面都是我們所要 觀察動畫的部分 這是一個可以長蠻常用的show slider我們可以這裡把打開 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 這邊 調 調我們的關鍵軸 關鍵針的動 的部分 這樣我們這也要看高一點我們調到5公尺 我們就這裡可以shift b 這個過來 像他彈跳就是5公尺的高度 5公尺 好 show slider就可以把我們 N 這裡的纏數直接顯示在 畫面上 另外一個叫做 show curve extreme 這裡 好我們按home鍵 他會把我們放到最大 我們所有的key放到最接近 有沒有看到一個箭頭 的方向他就告訴我們說他他現在 他針對key 比較高點還是相對低點他的 趨勢 雖然只有我這群沒什麼必要 但因為其實到curve edit 其實就可以看到說他上下 key的移動 然後像我們這樣他球基本最基本彈跳 第1部分彈跳就做到這邊 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